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休息 如果来一趟小旅行就更棒了 这时候妈妈其实给她一个放松一下是最不错的 所以今天我们干脆就请达人来安排一下 有哪些可以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的小旅行提案 邀请到的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旅游达人欣宜 Hello 请接着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容保养达人薛丽 Hello 再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蔡一帆 大家好 还有资深导游Kipo桑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要带妈妈去旅行 我们准备了三个旅游提案 当然来看到要送给妈妈的 这三个旅游提案分别有松 吃美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先从松开始好了 因为妈妈最需要的就是放松一下 现场谁最伤呢 有个伤字的Kipo桑 要带我们去哪里讲 是 是 是 我要跟各位松一下好 松一下 我要Kipo桑桑姐 因为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像如果说要放松 要耍费到最高点 其实要找一家饭店 要待好待满 好好休息 因为我前一阵子 就带妈妈去住了一下 住了这家饭店 她非常非常的满意 真的很棒 哪一间 这间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高雄顶级 享受一下这家饭店 这我只能讲说真的她的地理位置 是非常非常的好 她离高雄捷运 那个巨蛋站走路大概五六分钟 很近 很近 如果你要去附近的地位去绕的话 是非常非常棒的 当然我觉得她的地理环境除了好以外 她真的很厉害是因为我带妈妈 是坐高铁到左营站去 然后结果 她转车 我要先跟您讲一下 就是说她转车怎么样 她有专程 是有个高级的那种管家 她会直接到月台 高铁的月台上 车厢旁边来接你 你说饭店直接去月台上接 接喔 好像接鸡一样 对接鸡一样真的很棒 尊容感 然后妈妈就吓到 怎么会有一个穿燕尾服 白色的燕尾服 然后就在车厢那边整 帅不帅 帅 小鲜肉 妈妈的重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很帅 然后你就直接有没有 她就引导你上这个扶梯 然后搭上他们的车子 专车 阿法的车子 直接喔 你看十分钟之内到他们饭店 然后引导到二十楼 他们的lobby 是挑高的 check in的地方 对 妈妈看了就觉得好开心 风景很好 然后呢马上递上热毛巾 然后再给你一杯热茶 然后呢 服人员直接帮我们带到房间去 然后去介绍 非常详细 那房间的设施一进去 妈妈真的是吓到 怎么样 她看那个浴缸喔 哇塞 德国原装进口的那种 弹型的浴缸喔 OK喔 我妈看说这个你好像可以装得进去 我啦 连你都进得去啦 190公分都没问题 而且那个床躺下去像吸盘一样把你吸住 根本就不想起床 太舒服了 太舒服 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 其实那家那个房间 其实它的CP值高到一个不行 房间很厉害 但是我看它户外设施也很厉害 户外设施其实蛮厉害的 它的上面啊 顶楼喔 有一个透明的游泳池 就像水族箱一样 水族箱游泳池 直接像观赏那个水族箱一样 就看到里面的人 没错 而且你知道啊 如果说到这边来 每个都是网美 那吃的咧 它早餐OK吗 早上还有牛排啊 一早就吃牛排啊 牛排 早上吃牛排 还有鲍鱼干贝粥 哇哦 那那我会有办法都吃吗 都吃 它有五种那种主菜喔 那像我的话 我就一次叫五样 所以你可以无限点就对了 它来了之后 你知道因为它早餐啊 它从六点半 一直到十一点钟都可以用餐哦 所以它的时间可以拉很长 连午餐都把它吃饱了 吃饱了 那五样主菜 它一直可以重复的点 是 重复的点 我怕你吃 对 所以它的CP值不是高而已 对 它这个房价真的是 一票哦 住到底哦 真的是超划算的 还以哦 很早餐 到底要多少钱呢 来一个晚上带妈妈去 六千块 对 这是十二月平日嘛 一个晚上六千块 带妈妈去享受一下 我觉得还OK啦 对 这间饭店啊 如果有一些这种辣妹妈妈 像亦凡这种美人鱼去游的话 就太棒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美败耶 对 像那种爱露 你这个就可以吗 我是比金一扣嘛 对 拍好拍满 但是呢 总是觉得有这么一点点的虚拟啦 为什么 像我们有小嘛 有老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顾到 所以我们找的地方 一定是要all in one 好逛 好买 啊 这好玩 小朋友也要顾到 所以我今天推荐这个地方呢 它的location也是不得了了 因为它本身饭店呢 就是有点像欧洲古堡 这样子的气氛 就是好像欧洲小镇这样子 对 那外面呢 你走三分钟就是什么 什么 占地五万八千品的 妈妈的凹泪 啊 又有高负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妈妈要先安抚好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级 对对对 那小朋友一定会欢 然后好无聊好无聊 不要怕 因为它连接的呢 就是超级无敌大的游乐中心 对 所以呢 老的小的妈妈都顾到 都满足了 那我先讲这个饭店本身呢 刚刚讲它是欧洲小镇的氛围 里面装潢走米色调 就是非常的典雅 然后浴室也是干尸分离 贝品也相当齐全 那早餐虽然没有像这个牛排那么济滑啦 但是也是有很多种选择 我觉得它最贴心的是有素食区 哦 吃素的 对有吃素的 有些妈妈可能九点以前 十点以前要吃素 对就要吃摘 所以这个也很方便很贴心 然后呢到了晚上哦 跟你讲你光是在房间 你把那个窗帘打开 打开 怎么样 你就觉得我现在是来到加州 Kochella音乐会吗 因为它的view就是 整个游乐园的摩天轮 进现你眼前 然后晚上打了灯 对 哇 那个气氛就是很浪漫 对 那游乐园的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它规划有三大区 也很特别 是按照希腊作为一个概念 那希腊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 这个希腊的圣托里尼 对 所以还有一区就是那种 蓝白相间的小屋 有商品区啦 还有一国风味的餐厅啦 那那个大卫城跟木马图成记 主要就是玩乐的 玩乐的 从幼幼班的什么这个旋转木马啦 到那种U型的云霄飞车啦 轨船啦 还有全台最高18层楼高的那种飞车 哎呦呗 然后咻下去 飞越爱琴海 就像把你全身见尸 就觉得也太刺激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操作员超可爱的 怎么样 就是他们玩那个U型 它是这样子下去 然后这样再回来 这样再这样 就是你知道没完没了 然后好不容易停了 那个操作员就说 恭喜你们获得一次免费玩乐的机会 这就要再一次啦 现在再一次 马上出发 然后就看到一堆人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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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是正品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从硬体到软体 就是人员的服务都很贴心 很触逼啦 小朋友一定会很开心 那妈妈呢 Happy wife Happy life 妈妈一定要很开心嘛 我白天已经陪你们玩了 晚上就是到了妈妈的时间 手仰的时候到 对 那刚刚讲有这个58000坪的购物中心 有700个牌子 所以你真的 你一定要穿平底鞋跟球鞋 各位姐妹 或者你穿高跟鞋 或有跟鞋你会后悔 那里面 一定会下降 一定 对 然后国际精品也有 运动用品也有 还有些就是 妈妈什么 抒压的地方也有 那国际精品的部分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逛的呢 是这几个牌子 我觉得它有很多经典款跟基本款 像这种黑包包 就是从我们这个 40几岁可以背 包含我小朋友到现在已经 10几岁也可以背 美少女也可以背 从小背到大 对 而且它是全皮质的 那在专柜可能都要破万 上万块 但是那边就是对折 而且两件在八折 五折 然后再八折 所以它的精品是三到七折不等 那打下来大概就是四五千块 我觉得非常划算 而且是真皮的 那像这种手拿包很方便嘛 对不对 你买越多越划算 也是一千多到两千左右 那还送给姐妹也OK 就是我觉得很值得 那这个饭店呢有吃有玩有逛 然后呢我觉得价格也是非常的佛心来的 刚刚Kibo厂那间要六千块一个晚上周间 那这边呢 我这边全包了一个晚上多少钱啊 我们CP值一定要高 大家花在刀扣上 来来一个晚上 哎呦 三千一耶 那有时候促销二开头就有了 哎呦 就像这个游乐园区 它其实有两间饭店可以做选择 刚亦凡提到的呢 这一个是比较平价一点的 那另外一间它有比较高价一点的呢 它占地有两千多平 像它户外就有一个儿童的一个户外的游水池 对 爸爸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边做游泳啊 然后再来呢 它有一个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一个儿童游戏室 小小朋友 对 它里面有超多种玩具 可以让儿童呢尽情的玩 放电 对 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呢 它有一个大儿童的游戏室 那这个大儿童游戏室里面呢 它就有一些像是桌球啊 撞球啊 这些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电玩的游戏室 哎呦 然后它旁边呢就还有一个投篮机啊 夹娃娃机啊 甚至跳舞机啊 这些游戏呢 可以让朋友们一起去玩 很贴心耶 这其实不用进游乐园 都很多事情可以忙耶 对啊 没错 那像如果爸爸呢 他也不会无聊 他可以去健身房啊 跑跑步啊 然后运动啊 或健身啊 那重点来咯 妈妈呢就很重要了 在这间饭店里面呢 妈妈呢 他可以去这个SPA那边做一个水疗 它有一个水疗室 是 或者是妈妈可以去做三温暖 可以烤烤身体啊 流流汗 那如果呢 一整天下来不想要自己做造型呢 这边呢 还有提供这个美发美容的这个服务 哎 蛮好的耶 小朋友就丢游戏室 然后妈妈去做美发对不对 对啊 妈妈可以去剪头发 烫头发 甚至可能做美甲啊 他都有这些的服务 对 然后再来呢 如果逛街逛一整天很累了 妈妈可以去做这个脚底按摩的SPA 而且他的起家超清明的哦 只要1200元而已 1200块 诶 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 算是CP值很高耶 对 而且他还会附那个肩颈的按摩的课程 所以脚底也按得到 然后肩颈也按得到 整个都伤起来 这样子 对 那最后呢 如果晚餐结束之后 大家呢还可以去看这个水舞秀 他的水舞秀呢是赤支两亿 两亿打造的啊 两亿打造的 有点像是亚洲媲美那个美国拉斯维加斯那种水舞秀 就全家大小呢晚餐后呢还可以到这个地方呢去观看这种很厉害的水舞秀 哎呦 不过这间饭店啊 我们刚刚设施是很多 他住起来的感觉又是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哦 对 他的价格 一个晚上 来 哎呦 4290块啦 所以如果跟亦凡那间相比的话 稍微贵一些 但设施也都很多对不对 对 像他这边之间的话 占地有650间的房间 那你可以选择山景的部分 像是可以看观音山 或者是可以看摩天轮啊 那让你呢感受在欧洲的这个氛围里面住宿 哎呦 好 这饭店呢都很棒 怎么觉得呢 干脆都住好了 我们就直接呢 把这次的高雄行程排成三天两夜给各位做参考啦 第一天呢 我们住好一点就住雪莉介绍的这间饭店 第二天呢 我们就住Keybo厂介绍的这间饭店 不过哎 行程里面看起来还有些空档耶 空空的 空空的 怎么可以空空的 这样妈妈会有我们经费不够耶 哎呦 不够用心耶 Cindy 那我们空下来的地方 你要怎么帮我们填控 哦我跟你说这个行程非常的棒 因为刚刚呢行程听起来呢 都比较年轻妈妈对不对 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老妈妈也在啊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这个行程呢 我把它称作为新不了行的行程 新不了行 怎么说呢 因为回忆国局 经典的行程 对 让妈妈们回忆那个拿丝巾这样奔跑的那个时代 但虽然呢路线是有点怀旧 但是我们是有新玩法的哦 首先第一个地方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高雄经典的行程呢 就是这个连坛 石坛 这个连池南呢大家都知道 它那边有一个非常大漂亮的湖 然后旁边呢就是有小桥 凉亭 然后又有很多的寺庙很漂亮 那什么样的新玩法呢 在这边现在可以骑U-bike 让他呢就是你知道骑脚踏车很悠闲的逛一圈 再来这个建业新村 那这个就是非常呢 就是有这种老旧眷村风的地方 因为在这边呢 它就是日式时期的一个海军的军官的宿舍 所以呢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以前是住在这个眷村 会非常的有FU 那在这边呢 它就把以前的这些老眷村的房子啊 然后改建成有变成民宿的啦 或者是晚上会变成酒吧啊 然后呢或者是呢 它就是有一些私厨料理就在这个里头 还有些美食可以选 对 还有些美食 所以你就整个眷村玩下来就是有吃有喝 有玩有买 还好拍 然后再来到果貌社区 最后来到这个相馆的甜点店 这什么意思 这一间相馆甜点店呢 它并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它真的可以洗照片 还可以洗 现在还可以洗啊 对 现在还可以洗啊 是不是很特别 你走进去的时候就是浓浓的那种怀旧的风味 它就是有很多日制时节那种 复古的沙发啊 复古的收银台啊 然后有那复古的相机 在这边还可以让你拍证件照 大头照就直接在拍 对 真的可以拍照的一个地方 所以妈妈进去就觉得好有feu 就是以前跟爸爸两个人都手牵手去拍照 还咔嚓啪一下那个地方 就非常有感觉 但它你在等照片的同时呢 在旁边呢你就可以坐下来 然后点个蛋糕 然后点杯饮料 然后度过一个很悠闲 很怀旧的下午时光 我觉得你这景点安排得好 心不了情真的会引起这爸妈的共鸣 因为很有回忆点 但如果呢除了甜点之外 再来一点怀旧的小吃 我觉得就更棒了 亦凡 这边有没有一些眷村怀旧小吃 有有有 我们就继续延续新颖的怀旧氛围 所以接下来我推荐这三家 不得了 大家那个笔赶快拿起来一下 不得了啦 记起来 因为这三家呢 都是飘香几十年好味道 而且是从清晨四点就开始排队 像话吗 一早就排队 对 因为这一家呢 第一家早餐店 它已经飘香六十年了 就走过一夹子了 它的烧饼呢 你一进去就一定要先点 因为差不多九点十点就没有了 就没了 就抢光了 那因为它烧饼里面不只夹干 夹油条 它还夹一大把的酸菜 酸菜 对 你有吃过这样子的吗 比较少见 对 很少见 然后这种味道呢 就是那种比较 有一点台式偏外省的这种 综合的这种好味道 然后咸酸甜 就是各种滋味 然后不同口感都在那个烧饼里面 台式汉堡了 对 这台式汉堡的概念 那如果你不想吃这么复杂跟蓬盛的 它也有就是夹生菜的 比较素的 清爽的口感也有 所以你一进去呢 这个一定要先点起来 还有咸豆浆 这种老滋味一定要先点 然后再来呢 中餐我带大家吃这个 也是飘香有五十年 今年来到五十一年的 这个眷村刀削面 那这一家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的刀削 你光是一进去店面 你就闻到扑鼻而来的那个 汤头香跟面香味 而且老板就像小李飞刀一样 怎么样 就拿着一坨面团 这样 现在这种功夫比较少见了 对 已经很少见 现场稍给你看 而且汤头是用番茄去熬煮的 就是浓郁 但是又不会太过油 然后它的牛肉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好吃 因为它的牛肉块一般我们都是大 但它不一定厚哦 是 它是又大又厚 你从它的横切面看 可以到达1.5到2公分 这么精准啊 牛排了 而且软中带QQ中带软 这样子的口感 然后刀削面呢也是非常扎实 有嚼劲的 所以你会觉得我中餐吃一碗 晚餐再吃一碗 我也OK 很满足 这样子的感觉 那如果下午茶呢 如果大家还就是想要吃一点小东西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一家就是杏仁茶 它是做 对 老味道 坐落在这个百年的古厕里面 所以你光是一进去就有那种 欣宜刚刚讲的怀旧的氛围 你会想先静下心来 好好欣赏一下这栋建筑物 然后吃这种比较古早味的杏仁茶 因为它们是传承阿嬷的那种传统手法 好好吃哦 所以在你等的同时呢 你先点了嘛 等的同时你可以参观一下它的百年古厕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导览 所以我觉得整个是非常的有艺术跟怀旧氛围 如果把亦凡啊 讲的这怀旧美食排进来 再把欣宜刚刚的景点排进来 我们再来看到呢 我们整理出来的行程 几乎就要激进完美啦 前面两天满满的 但第三天呢 我们在这饭店的水族箱游泳池 拍完完完美照之后 那接下来还可以去哪里呢 那接下来其他达人又要推荐呢 带我们去哪些提案 哪些小旅行休息 我们新节送礼刚刚呢 第一个桑的这个提案呢 我们来到第三天了 我们从这个Keebo桑的高级水族箱饭店 check out之后 Keebo桑我们继续可以去哪里呢 其实我们从check out之后 其实我都会去那个骑津 骑津喔 然后也去 那要搭船喔 其实没有呢 其实也可以开车喔 它有那个台湾唯一的那个海底隧道啦 那过去之后啊 我去那个高雄港 有个叫VTC塔台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般啊 可能高雄人也不一定知道的地方 秘境啊 秘境 不用去苏伊士运河 就可以看到那种大型的那种货柜轮进港 而且 那边可以很多货轮 货轮它一定要从前面经过 是 那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塔台就是专门就是 你知道它上面有一些灯号 是给那些船看的 它是类似像运输牛啦 有点像路上的红绿灯带给船看的 对对对对 所以它上面写个I的话就是in 就是船要进港 可以进港 O的话就是out要出去了 你知道那个船多大吗 竟然有到399公尺长 宽61公尺 大概是把85大楼横躺着 对 然后这样进港 哇这么长度啊 对 而且去那边长辈在那个地方看船 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平常都是弯腰驼背 对 船来就抬头挺胸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棒 就带妈妈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大船 进港 那那个地方最主要是停车不要钱啊 停车方便 方便 方便 光客也不多 因为对面是红毛港的文化园区嘛 但是那边停车要费用 对 然后有一些也要费用 所以我是带妈妈到那个旗津那个比较最南端 哇糟糕你这秘境一讲出来 我觉得人可能就要变多了 真的吗 那边还可以看夕阳 还可以看夕阳 对 就一次可以完成 所以我就 对 就到那边走一下 然后其实我完了之后啊 到齐后这个炮台 他就已经在往北走了 因为他齐晶他其实类似像半岛嘛 是 那那个齐后炮台 齐后山那个炮台啊 旁边就是齐后灯塔 就高雄灯塔 是 那看的又是博外特区 对面就是西子湾 然后左手边坐台湾海峡 对 但我觉得在那边看那个八五大楼也不一样 也很漂亮 对很漂亮 然后完了之后到齐晶老街啊 再带他去吃吃美食 海鲜 海鲜啊 然后烤烤那个炭烧的鱿鱼啊 赞耶 然后呢吃一些他们当地你知道吗 也是很劳王那种 对对对 哇你知道妈妈这样饱足 就很开心 就很开心 我觉得相当不错 就是以前我们到齐晶啊 都是搭渡轮搭船 对 其实有时候你搭这种交通运输工具 虽然别有风味 但妈妈会比较累 对 开车的话呢 把齐晶这样玩对不对 对 其实也很有趣哦 那我就要问一下了 身为王美妈妈 停顿一下 为什么要停顿 怎么了 王美妈妈的系 刚刚这条路线你还ok吗 ok啊我觉得很好啊 但是我觉得少了一点就是要买东西 没有买到啊 那一进我们就是要去shopping 对不对 这里有得买吗 我跟你说呢 在这里呢 有一个2022年才最新开幕 最美的凹泪 就在这里 哎呦 我跟你讲呢 它这个凹泪真的是哦 妈妈走到说 带我回家凹泪哦 凹泪变好泪 对 凹泪变好泪 因为呢 这个地方真的太大了 它占地呢 有8万7千平方米这么大 哇 它的楼地板面积呢 有16万平方米这么大 总共有220个品牌竞速 50个独家品牌 全面三折情 哇哦 又大又便宜 又大又便宜又豪满 你知道吗 然后这边呢就是你知道 我刚刚有说很漂亮 仿佛一秒就来到旧金山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边逛街 你会一直听到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 然后想说啊 是在为我的就是血拼而鼓励吗 不是不是 转过去看 原来呢它是有那个像旧金山最有名的叮叮车 就在这边 然后就觉得哇好像就来到了国外 那在这边呢有各式各样的品牌 那可以针对不同妈妈族群 例如说如果你的妈妈是喜欢精品的 哇那不得了了 在这边肯定是要失血了 而且它这边呢都会有一些限定的 独家折扣在这边 那你说啊我妈妈没有喜欢精品 她喜欢运动 那正式来对地方了 在这边款式啊还有size啊 什么通通非常齐全 而且又便宜又豪满 但你说呢我妈妈没有啦 我妈妈比较节省一点 她就说啊不要花这么多钱 比较节省 在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小资品牌 就是有很多那种日系啊 或韩系啊那种就是比较 单价本来就比较低 然后还有再折扣 妈妈就会觉得 喔这个很划算可以 那有些妈妈呢 是走这种生活路线的 有没有很喜欢做菜的啦 这边呢最有名的那个铸鐵锅 也有卖 然后还有那个缝纫品牌 就是全世界知名的 在这边呢它也有就是凹累在这边 所以呢就是可以满足各个 不同的妈妈的需求 买到最后说凹累变好累 逛到好累好累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吃然后不累不累好不好 不累不累 这边呢有30多个餐饮品牌 所以那个各国的 异国风味的餐点 这边都找得到 有新加坡的啊日式的啊美式的啊 中式的港式的 所以妈妈买到了顾到了 还有要桑几雷的行程 刚刚有讲到 比如说有讲到剪髮的啦 按摩的主体按摩也有 你要做脚的做身体的 要弄头发这边一站搞定也是欧影万 那小孩呢一定会欢嘛 那这边我觉得非常贴心的是 他户外有全台唯一 10比1模拟赛道卡丁车 小赛车 对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那一种 而且全台只有在这里有 所以爸爸就是像君凯比较爱玩的这种 就可以带着小孩先去 先去那卡丁车 下赛场 对就给他绕个几圈再回来 那另外呢 这边除了是小孩Friendly 其实还有Pet Friendly 它是对宠物非常非常友善的一个空间 他们不只有婴儿车的租借 他们还有毛孩车的租借 然后在户外的这种中庭广场呢 毛小孩是可以自由自带在那边奔跑的 所以在这边是顾到全家 妈妈也开心 小孩也开心 毛小孩也开心 真的是全家都顾到了 对 尤其这个季节啊 去逛的时候呢 特别感觉舒服 因为呢天气慢慢变得比较温暖一些些 但问题也就跟着来了 因为有时候呢户外温度比较高 你走到室内之后呢 温度又立刻降低 因为冷气房 那我就要问一下这薛黎啦 因为如果身为气象主播 我就提醒大家 温差小心感冒 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这种温差会不会导致你的肤质也会出状况啊 会喔 因为像现在很多人 因为天气越来越暖 所以大家很习惯室内会有这个冷气 但你一走到户外呢 它可能就瞬间爆热 所以你的皮肤的温度呢 瞬间可能会差了十度 对 正负十度左右 那这时候皮肤呢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像很多人呢 会有那种敏感性的肌肤 像是出油啊 泛红啊 或是红肿啊 这些问题都会随之而来 那像是长痘痘 像我们又戴口罩 所以长痘痘呢 问题呢也会跟着都出来 因此呢我们在保养的时候呢 一定要着重三大重点 一个是清洁 保湿 那再来就是防晒 那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 因为我皮肤比较容易出油 所以我要买那个洗面乳 是比较强力型的 长效型的 可以把里面的油脂 全部都带走这样 洗到皮肤那种咕嚕咕嚕 那种摩擦的感觉才可以 是这样吗 对 可是那个是错误的名字 是喔 对 因为你如果用越强的清洁 去洗你的脸 皮肤其实会容易被洗干 那它会本身自己在制造更多的油脂 来保护你的肌肤 那反而你会更容易的出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有点反效果就对了 对 所以还是要选择自己 适合的保养品 跟洗面乳来洗 那再来第二个 大家比较常容易的忘记的 就是防晒 防晒 对 因为现在很热嘛 那又戴着口罩 所以很多人想说 我不用防晒了 就是直接走出去就好 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就是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 会伤害我们的皮肤 那也是导致我们皮肤 变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防晒相对就非常的重要 那像是像Outlet 这种长期逛街的这种行程 就一定要选择 那种SPF50以上的防晒系数 要到50以上 比较有用就对了 对 它这样子才有一个防护力 在你的皮肤里面 所以在这种天气 你逛街的话 消费购物的同时 其实皮肤保养也是很重要的 什么东西都提醒大家了 面面俱到了 那我们最后呢 就把这三天的行程呢 再度列出来 完整的给各位参考啦 不过呢 第一个keyboard上 商的行程到了高雄 真的有商到 吃的住的都很好 那第二个母亲节的旅游提案 要去哪里呢 第二个提案呢 是心仪 觉得要带妈妈吃 吃什么呢 妈妈才会满意 我们要去吃的 来看到是 哎呦到了台北的法式套餐 到底多好吃 还有接着亦凡就压轴 要提出什么样的提案呢 休息一下 母亲节送礼 第二个提案是吃 对 Cindy说要带我们去吃法式套餐 还带着特派员婉婷 一起去享用 来看VCR 母亲劫师的提案 心仪说要带妈妈来一趟 法式的美食之旅 不过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这边很气派很豪华 但是我觉得比较像艺廊画廊的那种感觉 对啊像这一幅画 或者是我身后这些画 都是老板的增长喔 而且呢像它这些雕像 也都是特别呢 从法国空运回台的 Bonjour女孩们 不要怀疑 这里呢就是一个呢 非常漂亮又很美味的 法式的餐厅 现在跟着我的脚步 带大家一起去品尝 Follow me 没错想要找美食跟着Cindy走就对啦 一走进来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耶 占地有1500平之大 由法餐日式料理和中式火锅 三种菜系组合而成 更特别的是用餐空间 划分为25间豪华包厢 堪称是台北隐秘性最高的用餐环境 哇我们也早上来吃法式料理 竟然是在这么大的包厢里面用餐 然后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在这边用餐 应该是很有自己的氛围的感觉 没错 非常的有feu 而且这个包厢 可以坐8到10个人 就很适合母亲节啊 全家人一起来这边聚餐 而且母亲节嘛 相信女儿呢 有很多的这个悄悄话 想要跟妈妈说 所以这里就很适合 好啦讲了这么多 相信你们应该都很饿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上菜吧 那前菜的部分我们帮您准备的是 腌汁虾酪梨梨麦沙拉 那是红梨麦跟制烤的腌汁虾 下去做一个搭配 然后淋上的是洋葱柠檬橄榄油酱汁 口味是比较清爽的 各位请来用 果然是顶级的法式餐厅 光是第一道沙拉就这么讲究 接下来的前菜 则是使用3A等级的白卤笋 搭配上清炒过的野菌菇 最后淋上松露酱汁 这美味程度 让我的舌头 就像谈了一场恋爱 这是我们的热菜 是我们的鸭胸加鸭肝 看起来就很好吃对不对 我跟你说 刚刚我有问那个小服务生 他跟我说呢 这个鸭胸是来自于花莲玉璃 而且是用湿式熟成的方式 让那个肉非常的鲜嫩 你们赶快来吃一口看看 然后大概用那个低温卤烤的方式 外面还淋上了一层 它们自制的蜂蜜醋 有没有看到它的鸭胸外酥内软 那口感真的很好 就是有那种外酥内软的感觉 真的只能用三个英文字来形容 那就是OMG 太好吃了啦 赶快吃… 今天的重头戏主菜来了 是牛排 可是你不觉得跟我们想像的 那个牛排差很多 刚上下来 蛮特别的 对啊 这道菜啊 它是以威林顿作为发祥的 它是使用澳洲的小牛 然后呢搭配呢 它这个里面呢 有蘑菇的内馅 跟外面的这个酥皮呢 一起呢送进去烤箱烤 重点是呢 它有搭配这个黑松露的酱汁 以及现袍的黑松露 所以呢 让整个餐点呢更加的美味 三个堆叠在一起 酥皮还有牛排跟黑松露 这没办法招架的 太幸福了 真的 婉婷像你知道吗 黑松露呢 它非常的稀有 然后也是没有办法人工培育的喔 它一年的产季呢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非常的短 非常的珍贵 像黑松露啊 也常常被萃取出来呢 做成保安品 那我身上啊 随时呢 就会带着这一瓶 添加黑松露的精华液 可以在里面呢 可以随时随地呢 我们可以补充我们肌肤里面 所需要的养分 哇 厉害喔 还不快给我拿来 快 心里别急别急 等这顿法式套餐吃完 马上就拿给你 最后的完美Ending 当然不能错过之道 法国蜜桃冰淇淋啦 一上桌 直接就让我的少女心大爆发 甜点呢 永远都是另外一个味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甜点很特别喔 它是用法国的蜜字蜜桃 然后呢 再加上主厨特制的香草冰淇淋 上面呢 还淋了覆盆子酱 我跟你讲 一口吃下去呢 你就会感觉到 恋爱的滋味 嗯 好好吃喔 酸酸甜甜的 心里今天带我们来这家 法式大餐 真的太赞了 很适合给妈妈 当作母亲戒的礼物 好饿喔 我觉得母亲戒带妈妈 去这种私密的包厢 想用这种大餐 真的是 蛮无数的选择 而且感觉吃一餐以后 都变贵妇了啦 那我们一样也是贵妇界的扛霸子 是 亦凡 你也是都在吃美食耶 再推荐一遍 这一家餐厅它其实是粤菜 吃粤菜 吃粤菜 然后这一家主厨 它是特别从香港请过来有25年的厨艺经验 它是用台湾最在地的食材 然后用最精致的这个粤菜料理手法 去打造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每一道 它的样子都是非常的精致 光是看就是一种享受了 那必点的有什么呢 我跟你讲你去定位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请它留櫻桃鸭1 脆皮鸡1 蜜汁叉烧1 内行人的 对…你没有先留 是当场是吃不到的 那我觉得这些为什么叫必点呢 因为比如说櫻桃鸭 大家就可以想象櫻桃鸭本身鸭肉 就非常的肥美多汁 然后包上一点这个小黄瓜葱 然后甜面酱饼皮 它那个比例一定要抓得刚刚好才会好吃 然后量也不用多 我们就是在这边就是吃直 不是吃量的 因为还有很多很美味的 脆皮鸡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它的脆皮鸡更胜樱桃鸭 因为通常… 风采更胜鸭啊 对 樱桃鸭在我心目中有至高无上地位 一直到我吃到这一家米其林一心的脆皮鸡 我觉得不得了了 被鸡打败 被鸡打败了 这个脆皮鸡是用8个小时去风干的 然后想说风干会不会很干 因为它风干的只有外皮 所以那个外皮的是脆到已经你知道 一咬就咬下去了 然后里面的肉汁是满满的把那个汁 全部锁在它的肌肉里面 就觉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平凡的鸡 吃起来就是你知道唇齿流香 回味无穷 脆皮鸡一定要点 然后因为是港式有一些小点 你必须要点的 比如说像我很爱吃的这个叉烧酥 叉烧酥你就觉得那叉烧酥不就差不多吗 虽然很好吃 但是它是做成天鹅形状的 天鹅形状的叉烧酥 视觉也满足了 妈妈爱拍长辈图这边也不能错 你哪里吃得到天鹅形状的叉烧酥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还有刚刚讲的松露 对可以让所有这个平凡的食材变得不平凡 它厉害了 它是松露蟹肉脚 蟹肉脚加松露 对它是用那个水晶皮 然后包满满的蟹肉 然后里面再点缀一些松露 所以吃起来咬下去 不只有蟹肉伤 水晶皮的Q弹 还有松露 把整个层次又再提升一层 哎呦 妈妈吃的那么饱 那么多会不会有点负担呢 那我就要问一下薛姨 吃了那么多美食之后呢 妈妈保养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外在保养也要注意 但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也很重要 像母亲节一定就是天天吃 然后帮妈妈做庆祝 因此呢我们就要吃像益生菌这样子呢 可以帮我们肚子呢 肠外面呢 多增加一些 对好的菌种在里面 那像我医生 我医生朋友就建议 我们可以就是 补充一些来自人体母乳的这种菌种 像是动物双齐菌 或者是鼠里糖菌 这样子的一个菌种 就可以让妈妈吃的健康又美丽 完全没有负担 所以啊在吃美食的同时啊 也不要忘记保养哦 就可以同时得到了味觉上的享受 而且也兼顾到了健康 好 只是呢 这第二个提案是心里提出来的 要带妈妈呢吃好的 那最后压轴提案呢 变成亦凡要带大家呢 去一个美的母亲节礼物提案 到底怎么个美法 休息一下 母亲节送礼提案来到最后压轴啦 变成是亦凡要准备的喔 来看到电视墙呢 亦凡说呢要送一个美的东西给妈妈 美要去哪里呢 来看到呢 亦凡决定要带妈妈去看 噢 士林冠底来赏花啊 是是是 我马上呢就要带大家来到最美的台北人的后花园 后花园 然后大家想说啊 是不是阳明山不用不用不用上山 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士林冠底啦 大家非常耳熟能详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这里是这个我们蒋中正先生 跟我们蒋送美丽夫人 她们早年居住的地方 那来到这里 她已经被列为国定古迹了 所以你会觉得 我仿佛来到一个时光冻结的地方 对 就是一种非常怀旧的氛围 那里面呢 你可以参观这个 他们以前的起居室 包含这个蒋中正先生啊 他非常喜欢阅读嘛 有一整片像墙一样的书墙 然后他接待贵宾外宾的时候 也是在他的书房 所以那些都保留起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走看看 但重头戏在户外 对 他的户外呢 简直你就是来到那种 凡尔赛宫这样子 就是他满满的 对不同的季节 种植不同的花卉 而且都是上百种的品种 珍奇窦艳 让你就是你知道拍哪里 都觉得好像拍不够这样的感觉 而且他这边两侧 有很大的这个绿意盎然的树林 包含他的这个警卫的这个住房 都把它漆成这种墨绿色的 所以就跟周围的这个大自然 这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 然后中庭还不时会办一些艺展 比如说是音乐展 对 然后还有一些艺文活动 所以你可以听听音乐 然后可以悠闲的喝个咖啡 然后赏赏花 从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就破题 妈妈要的就是一种放松 chill 可以暂时不要让我们看到老公小孩 所以这个行程你们不一定要哽 所以接下来呢 我有一个秘境 我自己的秘密基地要提供给大家 今天好不好 就不常思的分享 不常思 我跟你们说 这个饭店呢 它其实不是那种富丽堂皇 也不是什么宫廷式的 它就是非常的极简高雅 对 然后位置就在刚刚士林关底 步行不到五分钟的距离 你就可以去那边放松 为什么我会那么爱它呢 你在全台北市你要找Infinity Pool 但是它是面对一整片绿意盎然的山景 把整个士林关底的这个景色 都尽收眼底 只有这一间饭店了 你说它的泳池 就可以看到士林关底的花 对 然后又可以看到一整片绿意盎然的山田 而且你是在那边泡澡 拉开那个窗帘 就有这样子的景致 它这个游泳池的景色真的超级无敌的 而且平常真的没有什么人 我们经常去都是包场 我甚至会为了游泳 就是去那边就住一晚这样子 然后游泳池真的是好的 没话说 我今天就不尝试分享了好不好 然后它的餐厅我也觉得很优 怎么样 餐厅它有分为中式的 也是有刚刚我讲 我非常喜欢的樱桃鸭 港点 而且真的也蛮好吃的 然后旁边是西式的 比如说有牛排餐点 或意大利面餐点 那我觉得它的主餐的选择 非常的CP值高 因为它的用餐环境很高雅 就是很安静 然后它也有这个茶 就是品茶的地方 品名的地方 优雅 那晚上妈妈想chill 放松一下 它有一个bar 也有酒吧 对 重点就是都蛮安静的 不会让你觉得很烦躁 很吵杂这样的感觉 妈妈只需要这样子 一天就够了 然后呢 一个美景饭店 住在那边呢 你会不想出房间 除了游泳之外 我就想待在房间里 因为呢 刚刚讲它房间的view很好 然后它的细节 比如说有蓝牙音响啦 然后电动窗帘啦 你躺在那边就可以操控你房间一切的所有 就是一小豪宅啦 对 然后浴缸呢也很棒 它浴缸其实还有附一个泡澡的平台 是 你就可以放精油 放一本你爱看的书 或追剧 看看我爸 好宠爱自己 对 就是很宠爱自己真的很放松 然后点一些精油在你的泡澡池里面 就觉得哇 就这样就够了 妈妈要的只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它的最重要的CP值很高 房价并不会如你所幻想的这么高 台北市中心这样的饭店 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呢 哎呦 是开头欸 是ok 所以呢 最后一个这压轴提案 亦凡呢 决定送给妈妈 美美的花 美美的饭店 但提到了美 不能忘记我们现场有达人啊 雪里存在啊 雪里也准备了一个呢 美丽的母亲节送礼提案要送给妈妈 来看到VCR 欸雪里 说要送给妈妈美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啊 是化妆品包包还是鞋子啊 这些都太肤浅了 我今天要送给妈妈的礼物啊 保证会让妈妈由内到外 非常的开心满意 走 我们现在去 原来雪里口中 保证让妈妈满意的母亲节礼物 就是来一趟美容SPA之旅 好吧 这个提案我给过 因为连我都心动了啦 只是进门第一关 竟然要做肌肤检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它这个皮肤检测呢 第一个步骤是 先检测我们头的部位 那像你看画面上喔 它现在这个区块是比较亮 比较亮的呢 就代表呢 这个皮肤的这个部位呢 它正在出游当中 来接着我们再多看几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呢 它觉得有看到这些黄黄的色款 嗯 这个呢就是在测你皮肤的色板 跟你的肤色 那看这些黄黄呢 就在皮下呢 它是比较黑色素有沉淀的 所以呢 在保养上面呢 一定要特别的呢 加强这一块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鼻头粉刺 大家女生保养最在意的鼻头粉刺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一点一点的 它都是我们的鼻头粉刺喔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保养上面呢 可以透过这台AI仪器呢 在做检测的时候呢 可以看出的这个真实的状况 那现在帮你打分了 有没有 它是一个AI智能 所以它会上传到云端 然后帮你打分 所以有没有看到 噢噢噢 76分 厚分这样子是高还是低 非常非常的高耶 皮肤很好耶 一般啊 正常肤质大概是60分左右 没有76分耶 非常非常的高耶 皮肤非常的好 噢 还好没有落腿 拿下了76分 不只状况 连美容保养专家 Shirley都说赞 不过回归正题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找 母亲节礼物吗 到底送妈妈什么最适合呢 妈咪辛苦了一整年 所以在母亲节这个特别日子 我们一定要带妈咪呢 好好来当一日贵妇 感谢她平常的辛劳 那今天呢 带她来做这个脸部的课程 像现在啊 她就在帮她涂上这个 黑松露精华液 在妈咪的脸上 满满的精华液呢 等一下透过美容师的手劲呢 让她整个呢 肌肤可以吃到这个养分 哇 把顶级的黑松露敷在脸上 也太奢侈了吧 但是对妈咪的爱意 还不仅如此 更要黑上加黑 敷上黑松露面膜 瞧这款面膜的材质 薄又轻敷 上头还有满满的黑松露精华液 轻柔的敷在脸上 给肌肤最完整的丝度 那我们在敷脸的同时啊 我们脖子这边 当然也很重要啊 一般很容易看得出年纪 所以我们呢 我们一定要帮妈妈呢 用按摩花圈的方式 让她这边呢 平常很紧压力很大 这边都紧紧蹦蹦的 让她透过小声器按摩 脸部敷了面膜 我们脖子当然也要敷面膜啊 这片360度的颈膜 它可以帮我们挂在耳朵上 360度 对你看它挂在耳朵上 然后脖子这边呢 是不是满满的都敷得到 Shirley准备的这个母亲节大力 我觉得超享受的 又可以敷脸 然后又可以敷到脖子 我觉得太棒了 我也要带我妈妈来 真的是很宠爱妈妈耶 真的耶 可是母亲节一年就一天啊 那剩下了364天 Shirley 妈咪要怎么保养啊 妈咪在家呢 其实也可以选择 像是黑松露这样子的成分呢 的保养品去做保养 那像我身旁这个精华液呢 它就是有添加黑松露这个成分 那大家也都知道 黑松露非常的贵 那它里面还添加了 2生态 3生态 4生态 6生态 8生态 还有9生态 对 所以是一个非 全部都到齐 妈妈需要的全部养分 通通可以在这一瓶的精华液里面 通通可以找得到 所以呢 妈妈就很适合擦这样子的精华液 那再来面膜更厉害 像我身旁这个面膜呢 它就是黑松露做成的面膜 而且重点来了 我直接拆给大家看 它刚很薄耶 超薄耶 超薄耶 对 薄到我们镜头都快拍不出来 对 没错 它非常薄 那像这样这么薄的面膜 给大家一个小的tips 就是呢 当你在敷上去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珍珠膜 一起敷到脸上 然后呢 再撕下来 不然因为它太薄 所以它整个撕下来的时候 会狗在一起 会粘在一起 那大家看一下 这种黑松露精华液的原本它很薄 所以它很容易就粘在一起 对 它的延展度非常的好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而且满满的精华液 所以这样子的面膜呢 是非常适合妈妈的 对 再来呢我们在保养的时候 妈妈在保养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到 哪里 就是我们的脖子 颈部的部分 我们颈部的部分 因为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可能 滑手机啊低头足 所以我们这边的纹路呢 就会特别的深 那你想到这边很漂亮 那这边如果很多条脖纹 蜡蜡 对 就很蜡蜡 就会看得 看出来你的真实年龄 所以颈部的保养就非常的重要 那这时候呢 妈妈在家就可以透过 像这样子的小神器 用化缘的方式 去帮你的脖子呢 去做按摩跟放松 那平常我们这边 其实压力肩颈都很痠痛 妈妈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妈妈这样子 教她们这样子保养 那她们就可以这边完全完全的 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脸部敷了面膜 那脖子也要敷面膜 所以这一款呢 脖子的颈膜呢 非常的厉害喔 整个都包起来就对了 对 它就是脖子这样一整圈 而且它很厉害的地方呢 是它是耳挂式的 它就是这样 你看 它是这样 360度 所以你这边要右边挂上去 左边挂在耳朵上 那下面这两片的地方 就是敷在你脖子上 一整圈到后面 设计很贴心耶 对 它的设计非常的贴心 而且更厉害 它更贴心的是 妈妈可以敷着这块颈膜 然后呢 一样呢 在家里做家事 或是一样呢 看电视 滑手机都可以 完全不会跳 因为它是 360度 整个包覆到你脖子后面的 所以你怎么动 它都不会掉 不过我们知道面膜有时候 你敷的时间大概就是二十分钟左右 这种颈膜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颈膜也是二十分钟左右 也是到二十分钟就对了 所以这么说啊 妈妈除了母亲节之外呢 其他360天在家里也可以自己保养 那我们刚刚提到只有脸部 只有颈部 那颈部以下的该怎么办呢 来来来 颈部以下 我们又可以针对妈妈做哪些SPA的课程 来看VC啊 哇 兄弟这也太享受了吧 我都舒服的快要睡着了 如果带我妈来的话 她应该会超级开心 我们现在在体验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体验的啊 是全身按摩指压 所以像这样子 妈妈们一整年非常的辛劳 但又不运动的妈妈们 就非常的适合哦 她可以来这边做享受跟放松 然后呢同时可以拥有很漂亮的线条哦 哇 这也很适合懒人的我呢 然后我继续享受一下哦 其实全身按压指压 应该是要做全裸体验的 但是碍于电视尺度 就有我穿着寓衣示范给大家看啦 除了按摩之外 想要再多进点孝心的话 还能加码送身体去角质体验 这套课程会先用黄性柠檬籽 磨去老肺角质 再搭配维他命C敷在身体上 就会让肌肤摸起来滑溜溜的 咦 不过在按摩的同时 我还看到旁边有一个 用石头铺沉的床哦 好特别哦 这个是一个圆排域 而且圆排域有分哦 它现在已经升级到 第四代到第五代 所以它这一块的部分 里面是让我们做懒人的运动 而且很多妈妈 或是我本人来讲 我一个礼拜都会三次 很舒服就是了 而且对皮肤是加分的 哇 好像蠻适合妈妈的哦 那我今年母亲节 就要送我妈妈这个礼物 好多的儿女啊 儿子女啊 都给母亲节的时候呢 特别都会买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然后送妈妈 真的耶 每年母亲节都是送花 买保养品吃大餐 都不晓得可以送什么了 今年呢 不如就直接送一趟 美容保养之旅吧 而且在课程结束之后 还能直接在这里简单的冲洗 吹整头发 喷上香喷喷的香水 再带一颗愉悦的心回家 我想对妈妈来说 这就是一百分的母亲节礼物 这个SPA聊程对妈妈来说 也真的是一种享受 最后我们还是要评个高下 毕竟都提供了 那我们就要问准妈妈志杰 三个旅游提案当中 你最喜欢哪一个 问我就对了 如果你是妈妈 你最享受到哪一个 第一个 如果是旅游的话 其实妈妈可能还要顾小孩 有点辛苦 有点辛苦 第二个的话 吃的 好吃 可是我觉得送礼的人 有自肥嫌疑 对 因为这样也知道了 然后第三个 妈妈也是女人嘛 是 所以 我们也要爱自己 要美 所以你最喜欢美的提案 就对了 哎呦 那电视剧前面 不晓得你喜欢哪个提案 但不只送礼物给妈妈 我们这一集 也要送礼物给大家了 到底送什么 怎么获得呢 进我们的粉丝页了 今天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 提供的宝贵意见了 这母亲节的送礼提案 推荐给您 感谢您的收看 女金蛋号 下次见 拜拜